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本期故事跟MC一个主播有关 玩家如往常一样开启了自己的世界 并对局域网开放 刚开局玩家就开始撸树挖矿搭建住所 没会儿朋友阿伟也加了进来 他告诉玩家他在矿洞 玩家赶快来到了矿洞 见到阿伟后 玩家人人是喜极而泣 咱哥俩终于凑得一起玩游戏了 看看玩家的皮肤 再看看阿伟的皮肤 怎么样是不是很搭配啊 既然朋友叫阿伟 那玩家的名字该叫什么呢 屏幕前的你们觉得呢 好了话不多说 麻烦大家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三秒钟的时间支持一下 咱们故事正式开始 阿伟与玩家打算进行一场比赛 那就是在天黑时 比赛谁先击杀五十只蜘蛛 小意思我超勇的 说着说着 游戏内的天色就慢慢进入了黑夜 玩家也赶快制作了武器 准备出去开始挑战 可没一会儿后 系统便提示 一个ID叫做阿福莫的 加入了玩家的游戏 阿福莫 这名字怎么那么眼熟 朋友阿伟很激动 因为阿福莫是他最喜欢的MC主播之一 阿伟赶快就在消息框 向阿福莫打招呼 但玩家却觉得有些奇怪 因为自己并不认识阿福莫 他是怎么能加进自己的世界的 玩家见阿伟一直在与阿福莫说话 自己决定要先观察观察 可是消息框一直见阿伟发出消息 并看不到阿福莫的任何回复 这让玩家起了疑心 玩家与阿伟商量着赶快回到住所 回来后没一会儿 阿福莫果然现身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阿伟见到阿福莫 就如同玩家见到了Gym一样 不过这真的会是阿福莫本人吗 随后阿福莫终于说话了 他说现在他可以跟玩家们一起玩了 阿伟激动的眼泪都快从嘴角流了出来 屁颠屁颠的就跟着阿福莫 准备一起出去探险 玩家也紧随其后 看两人跟了没几步后 阿福莫就转过身来 让玩家人不要跟着自己 玩家人吃了闭门羹 有点难受 不过也正常 毕竟这可是一个作用千万粉丝的大主播 有点自己的个性很正常呀 他能加入咱们的世界一起玩 已经很不错了 这已经有得吹了 阿伟这样开导自己 玩家觉得阿伟说的也不无道理 所以两人并没有继续追随阿福莫 很快天黑了 阿福莫也回到了住所 可回来后 阿福莫的行为举止变得更加的诡异 只见阿福莫一直询问玩家二人 为什么没有制作他的吊杆 What 玩家和阿伟两人懵了 好像没听明白 接着阿福莫再次质问玩家二人 为什么没有我的吊杆 玩家这才意识到 阿福莫想要一根吊杆 可是现在没有多余的材料 玩家直接当场 将自己的吊杆扔给了他 本以为他会感谢自己 可没曾想 阿福莫很讨厌玩家给的吊杆 说吧 阿福莫告诉玩家二人 自己要休息了 你们赶快出去 What the hell Hold on 貌似你是客人 我们才是主人吧 玩家觉得这个阿福莫 一点也没礼貌 不能仗着自己是大主播 就这样吧 阿伟也觉得这个阿福莫 有点过分了 但是也没多大的事 和气生财嘛 一个游戏而已 不至于计较 阿伟这心胸确实宽广 值得玩家多学习啊 两人决定趁着这个夜晚 继续比赛 他们之前没有比赛完的 击杀蜘蛛任务 可随后 奇怪的现象又出现了 玩家和阿伟 壮用了大半天 都没有发现一只MC怪物 什么情况 怎么不刷新MC怪物了 这也不是和平模式啊 两人都觉得很奇怪 就这样 第二天一大早 两人准备回到住所 去看看阿福莫 前面高通预警 请各位超牛玩家 赶快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 激活弹幕护体 可刚刚回到住所附近 阿伟便发现了异常 随着玩家的视角推进 他们的房屋被破坏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两人赶快跑进了住所 只见阿福莫就站在屋内 阿伟问他为什么要这样 阿福莫转过身来 告诉玩家二人 因为你们惹怒了我 接着便开始朝着 玩家二人发起了攻击 离谱的是 这个阿福莫竟会发出火球 好家伙 这技能不是恶魂才会的吗 玩家二人来不及思索太多 只能先跑位上 慌乱中 阿伟想起来了 可以出去将他踢出去 正好玩家给了阿伟管理权限 可下一秒 更加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 系统提示 一串数字乱码被绊了 阿伟回来后告诉玩家 他明明将ID 叫做阿福莫的踢了出去 为什么系统提示的是 一串数字乱码 也就是说 这个阿福莫并不是他的真实名字 这不是真正的阿福莫 玩家与阿伟四目相对 一时搞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